而且你知道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一個BOSS的包包 妹妹的A貨坐到快一模一樣 那你會買嗎 重點是 價格是1分之1 回過頭來問你個問題 你不貪小便宜嗎 你在唱觀眾嗎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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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近這幾年在新能源的方面 有一些突起 我不知道你有在看 像特斯拉不是都會想要進軍中國嗎 可是中國可能會想辦法 因為他們自己除了特斯拉之外 他們自己還有自己的汽車 什麼未來汽車還有小鵬汽車 那他們就會有同胎競爭 然後會讓這個創新 這個產業 這個電動車產業 新能源這個產業有發展 中國有一個工信部 他們就推動一個叫做 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規劃 也就是說呢 政策會驅動這個市場 然後就會引領電動車的革命 對 因為習近平有講過嘛 他在2060年的時候要實現碳中和 所以這其實都綁在一塊的 對 這是關於能源的部分 所以再來呢 還有一個我觀察到 我想要提到紅色供應鏈的部分 紅色供應鏈的部分是指說 以前我們都說蘋果 台灣是蘋果最大的供應商 可是其實現在是中國取代了台灣 變成最大的供應商 那我想要提的這個是說 中國到底憑什麼 畢竟蘋果是對品質要求很高嘛 那中國到底憑什麼取代呢 第一個就是中國製造業的成長 還有第二個就是技術能力的提升 這不用說 那第三個呢當然還有他們一些 價格的競爭力 也就是說日經亞洲就有篇報導說 中國的供應鏈對蘋果提供的報價呢 其實是低的讓人難以想像 那所以紅色供應鏈那加上剛剛的綠能 所以中國未來的關鍵字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綠色科技發展這樣子 所以等於蘋果他就是 貪小便宜嗎 應該說他想要跟別人競爭 他就想要這個單 所以就是怎樣低都可以 可是他先拿到單之後 那他之後先發展起來 那他才有談判的籌碼 我覺得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 那其實另一個層面講 就是蘋果貪小便宜嗎 誰不貪小便宜告訴我 誰不貪小便宜啊 對不對這個世界 不一定那要看 要看 品質 但是人家現在就是有品質啊 這就是我們講的 但是我們剛有提到嘛 就是習近平對經濟的未來 其實是有非常多的 他想要的習近平的大夢 思想大夢 或是建國大夢 但是呢到底有哪些人會 可能是他的絆腳石 清澈的阻礙 其實我們上次 在線國際也有提到 就是躺平族 躺平族我這裡面要多講 但躺平族呢 會卡住他這個 就是因為大家好像會安以現狀 然後放棄慾望 然後我剛有提到嘛 因為黨的目標 是要提升大的心思水平 可是現在呢 年輕人可能沒有這個希望 或他們覺得追求的物 追求的不是 他們就會放棄慾望的生活 所以就跟習近平的希望 是背道而馳的 那當然官媒就會放鬆 就指責這些躺平族 那再來呢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喔 因為 最近看了很多報導 你可以發現說 中國呢 其實在這幾年 或過去十年來的 少子化問題非常嚴重 為什麼呢 如果你沒有人 沒有小孩 等於說你的老齡化 然後在下面支撐的經濟 沒辦法支撐起來 這對勞力不足 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那之前看了一個報導 就是講說 那他們到底用哪些方式 來解決這些方法 因為其實他們 現在沒有一胎化嘛 現在是可以生三胎 可是問題還是沒有人要生啊 就是這個問題可能各國都有 那中國也面臨非常嚴重的 這個少子化的問題 那北京當然要想辦法彌補 那怎麼彌補呢 他們一個方法是靠自動化 他們現在自動化發展 其實非常快速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高等教育 那這個高等教育呢 就會讓這個技術 是比較精進的 比較高等的技術 再來呢 他們會發展先進的科技 其實我們都知道 他們的像行動支付 其實他們是發展 是比我們快的 我之前看一天報導是說 他們的行動支付 他們其實是跳 從現金紙幣這種破幣的交易 是跳過所謂的信用 他們比較少用 是直接用的行動支付 你可能掃碼啦 拿手機啦 什麼微信這些接口 他們是發展比較快速的 那再來就是電子商務的部分 他們也是很快 然後還有像 在半導體的那個發展 他們也有大概二十幾年了 會讓華為啦 或未來5G 甚至是一些AI 他們在科技的琢磨 其實是非常的加強的 這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 現在有一個數據就是說 有百分之六成以上的 其實都居住在都市 那都市的發展 會協助他們的人口 讓他們比較有競爭力 又比較有創新能力 所以呢 他們就是應對少子化的部分 對 但是說我們有的時候 在講說一個國家少子化 然後 我們會把它講得很嚴重 但是它到底有多嚴重 我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在中國的東北 為什麼他們會特別要開始注意 少子化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們東北已經有了一個非常慘痛的教訓 在中國目前的東北啊 他們這個地方之前也是實行一胎化教育 所以他們少子化是最顯的 那後來他們是 中間二胎化三胎化的那個進程 是縮得非常短 然後就到最後直接開放他們的聲 但是東北那個地方 就是因為 第一個它本來就已經不是大都市 第二個他們可能有一些天然資源本身就很缺乏 所以他們的生活環境本來就已經不好 對 但是 在我少子化的一個情況下 人口越來越少 老人還是在那 嗯 那就變成一個情況了 就是他們的職業 能夠工作的機會是越來越少 對 你自己就是想一下 當你現在下面已經沒有小朋友 對 幾個行業可能會出問題 學校 嗯 然後 你可能賣嬰幼兒食品的在地企業可能會起不來 比方說賣乳藝的 或者是什麼補教業老師 音樂用品 你那些 你那些職業到時候一定會受到很大的衝擊跟影響 嗯 那這些東西衝擊跟影響 它反映在什麼地方 反映在你的薪水 所以它就是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對 當你的薪水越來越少 你就是 你就想嘛 你現在你手上有這麼多錢 你房屋買了嗎 你有頭期款了嗎 沒有對不對 那你敢生小孩嗎 不敢 現在就是不敢生小孩 無錢 所以東北的狀況就是這樣 就變成是一個惡性循環 我現在就算開放你 就算配我講的 我現在就算開放你我也不敢生 而且我要提到一點點 其實中國以前是沒有所謂的福利制度的 以前不會真的講究說去照顧老人或小孩 當然最近幾年他們才開始講說 對於農村可能一些補助 像我查到資料有講說 他們中共就是廢除了農業稅 那他們建立了一個所謂的社會福利的體制 那才會真正讓人民就是有感說 我們的生活水平跟薪水平有提升 類似像這樣 可是這些還是不夠 所以大家還是不想生小孩 結論就是 其實我真的蠻想去中國看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看《軒原劍》 還有《仙劍奇俠傳》 你是看書嗎 還是看 是看那個虎哥他們拍的 喔 拆千年的眼淚 又來唱歌 只有夢裡看得見 那你想去哪個層次 你有看過吧 你沒有看過嗎 什麼都別說 我不想懂 我就會覺得 哇中國好像很多地方很漂亮 我去看看 而且你知道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一個Boss的包包 那邊的A貨做到快一模一樣 那你會買嗎 重點是 價格是十分之一 這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我個人是不會買A貨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大家 反正也看不出來對不對 回過頭來問你一個問題 是不是這樣子 你不貪小便宜嗎 哈哈蘋果哈 你是不是也貪小便宜嗎 你在搶觀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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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開玩笑 沒有啦買真貨好不好 就像我們在線國際聊 大家也都是看真的 我們哪有在看假的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哪天 我不做這一行 好像可以去購物台 因為現在沒有購物台會唱歌 真的喔 我可以變唯一耶 對啊 像這麼好的咖啡呢 還不趕快打以下諮詢專線 08003067830678好不好 欸 外面又聽到了 但是那咖啡欸 我先讓你喜歡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